尾灯安装视频 第一步先把这个线穿过来 这个尾灯线一定要穿到这个刹射线的下面 不然这里会卡住卡住到时候尾灯线卡断 穿过来之后然后固定这四个螺丝 这两边的四个螺丝 这四个螺丝固定好之后 然后尾灯线从这边一直穿到这边穿到这边过来 我先穿过来之后然后把边盖等 走開 走开 走开 尾连线穿过来之后 然后找到这两个线 然后接到开口位置 黑线对白线 然后红线对蓝线 然后在控制器上面找到黄白的那个插头 然后插上红黑那个插头 然后白蓝那个插头 在这个 然后在上面找到大纯线 大纯线然后是红黑 这样就亮了整个纸 然后把这塞在里面装起来 装的时候注意不要把线压到或者怼断的 装好之后 然后把盖板装上 盖板装好之后 然后把这两颗螺丝固定上 这样就整个尾灯线更换OK